我已經逃過了 天才! 任由你! 哈囉大家好我是吉米老爸 時間真的過得非常的快 不知不覺灌籃高手已經陪伴吉米我兩年了 進階仙道也跟著兩週年活動一起出來啦 先來看一下進階仙道的專屬特效 身為太座準擬克的玩家 也只能陪你們看看過過乾淫啦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再麻煩大家幫我按讚訂閱小鈴鐺 這次二週年活動比較多 那吉米我會先分析每個活動 之後我再建議無課小課玩家要怎麼做選擇會比較好 當然依你個人需求去做變動 我的建議不見得對你是最好的 第一個先來分析進階仙道轉盤 第一層保底要292張轉盤券 週年商店裡最多可以換90張 許願香也可以換到42張 每日跟仙道任務送9張 仙道任務只要你有老仙道 不需要特別進階就可以完成 限時商店最多可以購買210張 如果你週年商店跟許願香全部都換轉盤券的話 只需要再準備151張9815賺就可以保底進階仙道 那扣掉裡面大頭卡價值3900賺等於5915賺就可以保底進階仙道 再來是二週年祈願活動 這次活動一樣分上下兩階段 兩個階段活動時間個別為7天 保底都是161抽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特獎有點不一樣 這是第二階段的特獎內容 那祈願幣的部分每日登入可以獲得5個 週年商店換滿110個 許願香60個 限時商店可以購買140個 這邊要注意的就是第一階段時間只有7天 也就是只能購買70個祈願幣 週年商店的部分有些人應該也換不滿 所以如果想要決勝意志的人 你可以留到第二階段再換會比較保險 基本上第一階段不換的玩家 第二階段是可以直接白嫖到決勝意志的 再來是二週年活動 基本上這活動算是滿直觀的 我就不多做介紹快速帶給 講評的部分就是看個人需求去做兌換就可以了 現在看下來大概只有水晶 我比較不建議去兌換 因為實在真的是太貴了 以上的活動吉米我的分析的差不多 再來是吉米對於無課或小課玩家 或者是跟吉米我是太做準理課玩家的一些小建議 如果你是想要玩進階仙道的人 吉米我會建議你還是等進階仙道下架 再用一顆水晶加3000鑽換取會比較好 剛好二週年活動可以選擇贈送一顆水晶 我的話會把資源拿去用在祈願活動 換決勝意志 因為這特質對於仙道或吉木算是很重要的特質 進階仙道他在6月23就可以用水晶兌換了 但是你要等到決勝意志放在潛能箱裡 不知道還要等多久啊 再來是不玩仙道的玩家 不玩仙道的玩家很簡單 就是直接把鑽石存下來 直接拿官方送你的慶典 並去換你自己缺少的物品就可以了 那以上就是吉米我這一次的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 再麻煩大家幫我按讚訂閱小鈴鐺 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掰